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言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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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 欢迎又来到另一集的《中言信2》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些比较有趣的题目 在古今中外,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迷信的習俗,包括西方人的十三不詳 原因是當年,在歷晚餐的時候,耶穌和他們的十二個門徒,加上剛剛十三個人 所以在西方人來說,有十三不詳的習俗 至於中國人,就更多迷信習俗,有很多人都覺得這些習俗是一些愚昧無知,沒有科學根據的東西 當然,我也無可否認,有部份這些習俗是一些愚昧無知的,甚至是一些性別歧視 很簡單的例子,大家想一下,吃飯不能叫七個菜,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傳統,如果有親人去世,就在七的日子就會有些儀式去做 比如,頭七、二、七、三、七、一路做到了七、七 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的七字和外國人每個禮拜有七日,有這麼巧都是七呢? 那麼,這個就無從稽效了 那麼,另外一樣東西,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吃飯,就不會叫七個菜 因為就說,吃七那麼吃,就是一些死人的儀式 甚至有時候吃飯,真的叫不到很多個菜,又如何呢? 就叫人家一隻雞分兩碟上,然後在桌上有八碟菜 那麼,另外有些,比如說,好像中國人去做這個生日 大家都知道一個傳統,就是男做齊頭,女做出一 也就是說,男人可能60歲就做大壽,女人61歲才做 如果大家仔細想一下,大概都想到為什麼這個 有一點點性別歧視,因為兩夫妻的時候,就算那個太太是大過那個先生少少少 如果你遲一年才做,那個先生做了大壽才讓那個太太做 這些有一點點性別歧視的問題 但是另一件事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什麼呢? 就譬如,有一些是不是真的迷信呢? 還是背後是一些道理呢? 那今天呢,我和大家嘗試分析一下一些以一類方面的觀察 那麼,第一個想大家說一說就是一些盲人的獸象 那麼,我們廣東人通常叫你做盲貢族 有些閹語就說,啊,我找誰做盲貢族 為什麼呢?就是他去帶路啊,和我引領著我應該怎麼走的路 那麼,由於我小時候,我家就比較窮啦 那麼,所以,爸爸媽媽都要出去運吃啦 因為以前去養起頭駕,那一件容易的事 那麼,我小時候就是我外婆呆大 那麼,我大概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跟著外婆 不記得去做什麼啦,買菜啊,Yaman 那麼,迎變以來,有一位失明人士 那麼,他用手掌在那裡探路 那麼,以前的手掌就沒有現在的那麼現代化 就是不是有新宿星啊,這樣 是一條硬碰碰的一條木手掌 那麼,上面呢,又有了紅白亮色的 那麼,大家就意味到這是一個盲人的手掌 那麼,當我外婆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立刻跟我說了,喂,縮開一點啊 不要被人的那個盲公足掃到你啊 不好運的啊,這樣啊 那麼,我想了很久啦 就是,被一隻手掌撞到 那個盲人用來探路而已,有多大力 就是,撥到我都不會很痛啦 又怎麼會帶來什麼,什麼不好運啊 之類呢 那麼,想了很多年都不太知道為什麼的 就是,好像後來大家有很多想法啦 哎,這些以前的人的迷信習俗而已 沒有什麼勞理,沒有什麼科學根據的 那麼,終於大大一下之後,突然間有一天 突然間我想通了為什麼 大家想一想,一個人他已經是失明的了 他只是走路的時候,憑那些手掌 就算進去探路 那麼,我們這些開眼的人 能夠看到路的人 是不是應該有些功德心 去讓他讓他走線呢,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很應該的 那麼,但是這些是中國人的潛藏智慧 那麼,跟你說呢,喂,別人看不到 你應該讓他讓人來走線 你覺得有多少人會聽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會聽的 就是顧著自己,或者自己有趕時間啦 但是,結果呢,就出了這個迷信習俗 就說,喂,被手掌撞到你呢 你行衰運的 哇,人是始終自私的嘛 影響到自己,自己行衰運 於是,見到盲人壽掌 就馬上閃開了 那麼,大家想到一個客觀效果是什麼呢 就其實大家都幫助那個失明人士 因為大家都讓他讓他走線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一些,理由呢,其實很愚蠢 但是,其實結果是正確的 也鼓勵大家做一件對的事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大家不要經常都覺得人家 有些迷信 習俗是純粹迷信 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背後有個大道理在這裏 那麼,第二個例子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呢 就是掃地 那麼,大了一點點啦 雖然家裡也住了一間 半間房,幾十呎那些 就是以前的半間房 以前的半間房是比現在的劏房 因為你自己沒有廚房 沒有廁所,沒有那些東西的 那麼,接著就好了 那麼,到了過年了 那麼,以前媽媽做這樣的山寨廠 就會做幾天給你回家 就知道那些家庭住戶 也有些家事要打理 家裡要洗刷一下 帶掃槌 準備一團煉飯 那麼過年 那麼,想練二十多 媽媽回家了 那麼,我們就放著寒假 等著過年了 那麼,小孩子 那麼,媽媽就說 喂,幫忙掃一塊地 那麼,媽媽叫道 怎麼這麼做呢 那麼,拿起一個掃把 那麼,壽仔貪玩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那樣的掃把就周圍置 周圍搖 那麼,已經第一件事被媽媽罵了 喂,那些掃把沒亂到周圍置 那麼,第二件事就開始掃了 那麼,在家裡掃掃掃掃 那麼,想把東西掃出去門口了 那麼,跟著又被媽媽罵了 喂,掃地不是這樣掃的 哦,那就是怎樣 掃地呢 就由門口掃起 向裡面掃 把垃圾掃到屋裡面之後 就集中了一氣 就把垃圾掃到垃圾桶 然後就問了媽媽 喂,為什麼掃垃圾以後 門口掃到屋裡面呢 不要掃掉那些財氣出街嘛 傻仔 不要掃掉那些財氣出街 這個是不是你真是理由呢 如果大家現在想了 想了一下 這個 是一個很迷信的理由 我的財氣在哪裏 我掃出水有什麼影響 但是,大家看到背後的大道理很重要 第一,掃帽不要亂這樣 掃帽是骯髒的嘛 你又對上去上高 好像當作玩具那樣沒有 那就搞到陈飛到周圍也是 如果地上有些細菌的 細菌在飛到周圍也是 這是一個衛生的理由來的 掃帽不要亂這樣 第二,掃帽的門口掃到屋裡面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都把垃圾掃出去 好沒有公德心這樣做 那就整個屋都是垃圾 所以這個就說 乖點啦,垃圾在裡面掃 掃到裡面掃到它 不然自己掃到財氣出街 其實你在幫助整個公眾 大家都要有公德心 但是呢,近幾年 大家都知道國內 文化大革命之後 已經沒有了這些所謂 徐四舊立四身 這些所謂迷信的習俗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回國內看人數地 每個人都把你的數出來的 正所謂 國家指數門前 輸了不觀他人雅相相 數了出去就算數了 所以大家想到中國傳統的迷信智慧 其實背後隱藏的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要有公德心 注重衛生 或者是注重公共衛生 是吧? 很有道理的事 那第三個呢 我真的有一個例子 就是關於我們做工程的一個習俗 大家都知道做工程的人 有很多迷信習俗 也都沒有後悔大家要相信 就是因為工地上不多不少 第一點比較危險的工作 所以大家心理上需要有些遺跡 有很多時候 那其中一個最多人說的 就是做沉襄那些 那遲些我想我還有一個系列 可以跟大家說一些工程問題 就仔細一點跟大家說一下 沉襄是什麼東西 一個香港我覺得很偉大的發明 那其實沉襄是什麼呢? 就是用人手去畫一個大概兩米到幾米的直徑的洞 一路直滑下去 滑多下去石層 然後就放鋼筋 落回石屎 成為一條石屎 鋼筋水泥的石屎莊 通常我們討著一些上高很重的東西 譬如柳啊 或者是天橋啊 這些東西 那傳統做沉襄通常是兩個人的一個配合 那麼習俗啦 這兩個人我們都習慣了 叫他們兩個都特定同性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地面呢 就有一位就設起一個三腳架 有一個吊筒 那吊筒有什麼用呢? 一就是我們將一個人吊下去 二來在下面那個呢 他挖到一些泥泥石石呢 就放回到那個桶上 上面的人就攪回他上來 那麼到每天收工的時候呢 下面的人呢 就站在吊筒上呢 就拉回他上來 那麼大家都想到了 一個沉襄變得越挖越深的時候 下面其實是一個密閉空間來的 那麼地上裡面 很多東西我們都不會很清晰 視線很清楚 遲些我會有個系列 跟大家講一些地質學的東西 地上裡面有很多突然間會發生的事會發生 譬如突然的地方缺氧啊 或者有沼氣啊 或者地下水衝出來啊 那於是乎呢 下面挖洞的人其實是相當危險的 那麼如果任何不能預見的事情發生又如何呢? 他要逃走的時候 有一個途徑 就是站在桶上 從上面的人拉出來 所以他的命 其實嚴格來說呢 就交了在上面人的手上 那麼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到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什麼人在那裡是可信的呢? 那麼通常我們叫上面和下面的 通常都是同性的 如果大家看到兩個男人呢 通常他們兩個就是兄弟來的 如果你看到上面那裡是女人 下面那裡是男人 因為挖洞是比較粗重的工作來的 所以通常挖洞都是男人 如果是男一女的拍檔的話 那以上那個女人呢 通常都是她太太來的 要看到中國人那種家庭裡面的緊構 當一條命很重要的人 你只是說我的兄弟 我的太太 我才能夠把這條命交到她的手上 這也是一個中國人的習俗 大家看到 那麼以往來說 當每一天員工的時候 每一天是挖到這麼深的 有些人想到過百米深的 那挖到某個深度就停工 明天就會繼續 那通常我們地盤上有一個 很慣常的習俗又如何呢 每一天開工之前呢 就是會拜神 拜神之後會做什麼呢 就是會去燒些溪錢 我和年輕朋友不知道什麼叫溪錢 我用他們的耳子舖看看 或者問一下媽媽 問一下外婆 是一張白色的字來的 那大概是八寸吃兩寸差不多 就象徵著一些是陰師的錢來的 就是除了陰師之外 另外還可以使用的貨幣 就是溪錢 通常都會燒一些溪錢 就丟到沉箱裡 都會看著它跌下去 那一路看著那些火一路燒 一路燒一路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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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路就是那些貨幣就收了小費了 其實都是中國人的習俗思想 有錢洗得鬼推磨 所以洗些黑錢 它就會放我通行 那就很安全了 就是說它收了錢 就方便你 就可以了 那第二件事就是說 譬如那些溪錢燒燒一下 燒多一半 嘴聲就關掉了 那他們傳統的演繹是什麼呢 死呀 今天警察大哥不收稅 等於派片沒有人收 那就是今天有人抓 不要搞了 不要開工了 今天 通常他們看到這樣就不開工了 那第二件事會看到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溪錢燒燒一下 落到差不多 突然之間 噗聲 那些火變成藍色 那其實他們就看到鬼火了 那看到藍色呢 大家在家裡 他們用開煤氣爐 石油氣爐都明白了 你怎樣做爐呢 你的爐是 那些火是藍色的 因為當你燒一些沼氣的時候 就是藍色的 如果是救氧氣去燃燒的話 但是沼氣很危險 其實它是沒有味的 大家不要以為 我家裡的煤氣聞到味 就知道危險 傻的 你家裡的煤氣的味 是煤氣公司專門加下去的 等你有漏煤 就會聞到 那些其實不是沼氣的味 那有沼氣大家都明白 其實有沼氣了 那如果你下面下去 你開了一部機 或者一些機械操作 一閃到少許火花 就爆炸了 其實很危險 但是他們的演繹 當然不是那麼現代化 就說 看到藍火了 看到鬼火 今天阿sir發生氣 不要玩了 阿sir今天不高興 不要下去了 也會不會開工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迷信 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看到 關了會不會開工 有沼氣也不開工 關了就是沒有氧氣 其實這個結果也是對的 沒有氧氣會焗死你的 有沼氣會爆炸的 應該不開工 是吧 雖然他們的演繹 就未必是正確 但是結果他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後來在70年代 香港就開始做地鐵 所以要求很大量的工人 那時候要做很多的沉傷 因為沉傷的好處就是 在任何的情況下都能做到 你搬到架 三腳架過去 就可以開始挖掘了 那麽不像我們做的大型的灌珠莊 那部機器很大 有時機器進不到位置 甚至有時候在那些斜坡的頂 那部機器重度會摘倒 那些斜坡 那些問題都會發生 那麽所以呢 其實沉傷在香港 有很偉大的發明 因爲可以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可以開發開畫 做一條瓢在地上 那麽如果你將那些瓢 做一排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當套牆 那麽 剛才說到就是地鐵 後面用了很多沉傷 也有很多國內的年青人 來了香港 年青力壯 來到香港就做地盤 出賣努力 那麽無可口非的 自己用自己努力 找回自己那份身水 一件很光榮的事 大家看得對的時候 那麽他們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過往受了一些 譬如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垂死救 垃死身 那麽就覺得這些做法 迷信 傻傻的那些人 那麽有什麼契前 拜什麼神 開工就開工 那麽 那麽他們沒有做到這個程序 結果怎樣呢 下面缺氧的時候 他會被焗云了 下面如果有沼氣的時候 會爆炸 那麽於是會產生很多意外 那麽這些意外很多時候 會很嚴重 為什麽呢 因爲剛才跟大家講過 下面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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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不會說完全把事情不做 那又怎樣呢? 拿些看完的舊報紙 點著它丟下去 一樣而已 只要做這個觀察 看清楚那些消了舊報紙到底了 就開工了 所以這些所謂迷信 習俗也要慢慢 隨著我們越來越聰明 就會轉化 好了 接著一個很盛有的迷信 也有一個很歧視女性的迷信 就關於女人的迷事 大家都知道 一個未曾停經的女人 到每個月 有些生理上的事情會發生 中國人的古代人覺得 你們在那裡很骯髒的事情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人生理上的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也產生了很多 不應該有的迷信 但是有些人也不相信 以為別人迷信 不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想有些比較年輕的女觀眾 我想你給你媽媽呀外婆呀 或者你祖母呀 教訓你 在那段時間你不要洗頭呀 那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其實背後有一個醫學上的道理 大家知道嗎 因為在那幾天 你的身體是比較弱的 如果你洗頭 你不做足準備功夫 比如說你沒有去吹乾頭呀 或者肉質不夠暖呀 你是很容易爛傷的 所以背後有一個道理在那裡 好了 另一件事更加大的道理是什麼呢 但是也對社會 Kathleen 剛剛我什麽大家也是提到的 像女性的身體狀況比較弱的 但是我在古代的社會 像女性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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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買好的 其實她需要的時候 就以此就會照理 它實在以下 於是咐 ון石 republic 也說 再使一個很聰明的迷信 就跟一些男人說 說,喂,大哥,如果你在那時候搞,撞到血,就叫做撞紅 撞到紅是對你不好的,大哥,有些不好運,注意處理,有些壞事會發生 於是有些人會信的時候有個好處,在那幾天,他就不會搞自己的太太,是嗎? 其實這件事是很正確的,因為其實這件事是幫助女人去保護她的身體 但結果我們都要用一個這樣的迷信習俗去解釋一件,去不做一件不應該做的事 所以從這幾個例子大家看到,有時都不要盲目地覺得 中國人很多迷信的習俗只是迷信而已,沒有科學根據的 其實大家在這幾個例子看到一些,這些迷信都是潛藏著一些中國人的智慧 是利用一些迷信的觀念,去導致你去做一些應該做的 或者不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因為知道跟你解釋你不會聽的了 不如用一些迷信的習俗去壓下你吧 好了,今天和大家就講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的,就可以留言給我吧 給個like我吧,或者和朋友分享吧 或者是免費交給我們的頻道吧 如果有些朋友其實是不想留言給別的朋友看到的 是想私下給我一個意見的 我這裏有個電郵地址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一下電郵給我吧 另外,大家下面看到一個網址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我們把我們所有過去的影片都放在這裏 令大家容易找到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這台做的事情 很多次都是一個系列,123456 平日只在Youtube見到6,想找1234 那怎樣找呢? 那這裏我們就排好給大家了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裏了,拜拜